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当您订阅频道时,演员们会很高兴。 迪丽热巴新综艺被泪惨,时尚小仙女秒变村姑。 参加创作营后,她立即加入了综艺录制。 极端的选择已经取代了很多老人。 所以迪丽热巴的加入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。 在这个新项目中,曾经拥有十足时尚价值的迪丽热巴变成了一位乡村大妈。 这真的有点难以直视。 休息期间的照片中,脸上是疲惫的。 连笑都是假笑,不是发自内心的微笑,真的不容易。 迪丽热巴把她的长发梳成马尾辫,露出她娇嫩的小脸。 额头上留了几缕头发,也有助于点缀她的脸,使她看起来小巧精致。 她的马尾发型让她看起来很干爽,很适合运动服装。 把粉红色眼影涂在眼睛上,这种颜色非常适合夏天使用。 在这个季节,人们早就应该抛下眼影,换上这个充满青春气息的粉色妆容。 但是粉色眼影不适合黄色和黑色的人来控制,涂后颜色少了。 还可能使妆容变得有点脏。 红色的橘色唇膏涂在她的嘴唇上,使迪丽热巴的皮肤更白更亮,与她眼睛的妆容很好的搭配。 给人一种充满活力的感觉。 在这张照片中,迪丽热巴坐在充气式游戏设施的一角。 虽然她的脸上布满了笑容,但你可以看到明显的疲劳感。 这对她来说真的很难。 她不得不强迫自己工作。 上半身穿一件粉色条纹衬衫。 粉色也很适合她的肤色,让她的脸看起来像少女一样红。 Oversize款项也让她的身体看起来更娇小可爱,让人想要保护她的冲动。 在里面搭配了一件白色的冰丝绣,不仅起到了很好的防晒作用,还提高了很多时尚价值。 虽然当时所有的成员都穿着这条裙子。 只是颜色一样,但是迪丽热巴对这条裙子的影响是最耀眼的。 迪丽热巴漫不经心地坐在地上,头上戴着一顶草帽。 时尚女王立刻变成了一个村姑的模样,她额头前的头发是否凌乱。 而是全心全意地完成任务。 腿上穿着一条黑色的运动裤。 裤子上有明显的灰尘,看起来她真的很努力地去实现她的目标。 迪丽热巴也跑到兔龙去抓兔子,虽然她手上戴着手套。 但脸上仍然有一种惊慌的表情,脚上的步子不由自主地卖大了。 迪丽热巴还被安置在一根木杆上扮演到草人。 新一期的极限挑战实在是太累了,不是吗? 但不得不说。 迪丽热巴腿上的这条黑色裤子真是绝配。 这条黑色的裤子很薄。 可以起到很好的遮挡坠肉的效果。 这张照片是在迪丽热巴的生日聚会上拍的,刚才那个村姑的造型。 完全就是一个在天上,一个在地上。 这张照片也展示了用眼睛扼杀生命的感觉。 虽然迪丽热巴有一个吃货的人设,但是她的身材依然很苗条。 真的很令人羡慕,但是很多曾经拥抱过她的男明星都说她很胖。 真的不知道迪丽热巴的肉尝到哪里去了。 这个造型是迪丽热巴在做MC模特的时候,在《创造营》里做的。 相信有很多粉丝都是看她的造型来看节目的。 比那些英俊的小弟弟更引人注目。 所以故事的关心是靠近葬上而童热巴的荷则。 谢谢观看